現居希臘的自由潛水者馬西奧·菲爾蘭德斯 在沒有外置器官的情況下 曾成功潛到水下70米的深處 7月初 為慶祝希臘解封 終於又可重返海底 菲爾蘭德斯來到阿吉斯特里島 決定進行一次有意義的活動 下潛至30米深處 收集清理 遺留在海底的救餘縣 另一位潛水者在阿吉斯特里島經營一家潛水學校 大家都稱他巴比斯船長 他和他的學生也在希臘解封之際 興奮的回到海邊 進行完換氣等潛水要領教學後 奇妙的潛水之旅就開始了 對於潛水者來說 最神秘且令人印象深刻的 永遠是海底的沉船 在阿吉斯特里島附近 就有一艘奇妙的沉船 阿凡提斯3號 這艘巨型貨輪 船身長80米 寬12米 於1977年在挪威建造 2004年11月因撞交沉沒 貨船的整體狀態 吸引了無數潛水愛好者前往探索 為滿足人們的好奇心 潛水教練葛坎蒂斯還提供了一種水下5米的 探索潛水體驗入門課程 讓長期居家的人們 出來充分享受久違的大自然 隨著逐步解封 希臘也開始對部分國家解除禁令 據希臘旅遊部統計 預計今年將有500萬遊客來希臘旅遊 新唐人記者顏希綜合報導 請稍微視聘聯邦 感謝您的支持 谢谢观看